大家好 在这个欲苦期当中 我们要来思想一个的主题 就是唯独恩典 经文就取之于 以夫所书二章一到十节 让我为大家读出 这一段的经文 在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 我们从前也都在他们中间 放纵肉体的私欲 随着肉体和心中所喜好的去行 本为可怒之子 和别人一样 然而上帝既有丰富的怜悯 因他爱我们的大爱 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 便叫我们以基督一同活过来 他又叫我们以基督耶稣一同复活 一同坐在天上 要将他极丰富的恩典 就是他在基督耶稣里 向我们所施的恩赐 显明给后来的世代看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上帝所施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我们原是他的工作 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 为要叫我们行善 就是上帝所预备叫我们行的 唯独恩典是极其重要的 因为这一个的唯独恩典的教义 是分辨出真假 复印的一个关键特征之一 作为新教改革的五个唯独之一 这个教义到今天为止 仍然极其重要 唯独圣经 唯独恩典 唯独信心 唯独基督 还有唯独神的荣耀 唯独恩典只是承认圣经的教义 正如保罗在以福所书二章八道九节里面跟我们说到 你们得救是本乎恩 也因着信 这并不是出于自己 乃是神所赐的 也不是出于行为 免得有人自夸 这是承认说 我们人可以从上帝的愤怒当中得救 这个是上帝的怜悯 还有上帝的恩典 许多人没有办法接受这一个的教义 是因为圣经告诉我们说 当人被罪恶所玷污 已经堕落之后 他们不愿意接受圣经的明确的教导 因为人总是想在自己的救赎上 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人的心是诡诈的 坏到几处 如果不是上帝的恩典 人根本没有办法可以回头 我们不能靠自己的功德 或者靠自己的功绩 或者是良善 或者是善行 来获得上帝的青睐 唯独恩典的意思 就是靠着恩典而得救 是相同意义的 在两个事情前 约翰纽顿写了一首非常奇妙的诗歌 叫做《奇异的恩典》 奇异恩典 和灯甘甜 所以恩典是极其丰盛 还有极其甘甜的 保罗在罗马书告诉我们说 唯有我们还在做罪人的时候 耶稣基督已经为我们死 因此神的爱在此就向我们显明 这就是奇妙的恩典 这个教义很重要 他正确的向我们传达了一个信息 就是上帝拯救我们 是处置于他自己的怜悯和良善 并非是因为我们的功绩 或者是我们所行的好事 我们所做的任何东西 去来迎取这个的救恩 只有当我们自己醒悟到 我们自己是多么罪恶的时候 我们才会体验到 上帝的救恩是多么的奇妙 上帝的恩典是多么的甘甜 唯独恩典很重要 因为如果我们拒绝了他 我们就拒绝了得救的复应 从另一方来说 唯独恩典的对比 就是另一个方向 就是人靠着自己的良善去得救 但是圣经告诉我们 没有一个亿人 世上连一个亿人也找不到 没有人寻求神 因为人都亏欠了上帝的荣耀 因此如果我们拒绝了恩典的救恩 那复应就不再是好消息了 好消息就是使我们 白白领受这个的救恩 因为上帝的爱 上帝的怜悯 赐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恩典 以致我们这些死在罪恶过犯当中的人 可以重生 是神使我们这样一个 死在罪恶过犯中的人 可以重生 可以看见神的国 可以领受这丰富的救恩 唯独恩典是重要的 若我们拒绝了唯独恩典的救恩 我们没有办法保证我们所做的事情都可以得到上帝的救恩 因为我们知道我们是一个罪人 我们的行事 我们的做事 我们的方式 都带着罪性 都会被罪所影响 那我们想试问一下 我们有多少的事情可以得到上帝的青睐呢 既然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被罪所玷污 那我们怎么能够有足够的信心 相信我们可以在圣洁上帝面前被得救 被救赎 唯独恩典是让我们这些罪人 在圣洁上帝面前有得救保证的确据 因为上帝怜悯我们 上帝爱我们 上帝把他的恩典赐给我们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功德 并不是因为我们的善行 而是单单出于他的恩典和怜悯 圣经所揭示的福音 并不是告诉我们要做多少的功德 或者做多少的好事 才能得到进入天国的门票 圣经告诉我们的是 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 为我们所做的一切事情 因此耶稣基督来了 死了 为我们的罪钉在十字架上 并且为了我们而复活 因此上帝给我们确据 给我们知道 当我们信靠耶稣基督的 我们得到上帝耶稣基督的恩典 那我们就知道 圣经所告诉我们的 凡是父所赐给基督的 没有一个人会失落 这就是恩典的保证 但愿在这个欲苦期当中 让我们继续来思想 耶稣基督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 这是何等奇妙的恩典 让我们一起来祷告 亲爱的主 我们感谢你 在这个欲苦期当中 让我们继续思想你的恩典 你为我们所摆上的一切 我们得救是本乎恩 不是因为我们的行为 并不是我们的善行 我们原本是死在罪恶过犯之中的人 但是因着你的爱和怜悯 使我们有重生的希望 让我们从此不再一样 让我们可以有成为你儿女的这个福分 主啊 这乃是处置于你的恩典 因着你的恩典 我们只是相信圣经的教导 因为是圣经给我们解释的真理 告诉我们 我们今天有何等的蒙福 我们有何等的荣耀 我们能成为你的儿女 不是因为我们做了什么 讨你的喜悦 而是你的爱 而是你的怜悯 赐予我们 给我们这个白白的恩典 主我们谢谢你 感恩交托 我们荧幕前的每一位 目道友 主内的肢体 在你的圣手当中 祷告 乃奉主耶稣基督圣名祈求 阿们